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法师谈谈 好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餐盒千万要动 不要放着 一定要放着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说 我很能适应 大家边吃边聊 因为我都有些时候在成大 成大的话是 不一定是佛学 它是那个叫做通识教育 所以通识教育来的同学 他没有 不一定有宗教毕竟 他也不一定会尊重你是一个师父 他就是把你当作是一个专业人士 是这样 所以他们赶到的时候都在九点多 九点多对大学生来讲 可能才刚起床而已 所以怎么办 就肚子饿嘛 肚子饿嘛 对不对 那你肚子饿先顾肚子才顾佛祖 先顾肚子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吃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有它严肃的时候 比如说上殿堂啦 或办一个什么法会啦 这样 那这样当然要严肃一点 可是呢 我们这个情况就应该要更加轻松一点 比如说那个桌子啦 其实可以横过来 对 你们要坐得横过来 是这样 那这样才是 佛教可以比较感觉清明一点的 当然啦 你可能会 等一下会想说 我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要询问 要跟师傅的互动 但这并不会妨碍 我们的互动 是这样 反而会 如果摄影下来的话 我们那个直播 摄影下来的话 反而会让人感觉 佛教 终于可以 比较不要那么严肃了 是这样 我觉得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对传统佛教有意见 或者说我不喜欢传统佛教那个严肃 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是说 不同的样式可以度化 或者是接引不同的人 这样大家能了解 是这样 所以老师他跟我提起来的时候 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说这样很好 为什么我马上答应呢 因为其实老师 柯老师其实就我认识 以前认识他这么久 他以前是成大 也是读会计系 公管系 然后他是很相对严肃的人 他是相对 他今天能够这样 能够把同学带上 这样子的一个学佛的路子 我觉得他变化也很大 是这样 我觉得蛮可以的 是这样 所以这样了解吗 所以佛教要让人家得到利益 佛法当然要得到利益 不是先从严肃做前提的 应该是从需要做前提 大家吃饭不是需要吗 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开始 现在就是给大家自由发问 先给大家自由发问好吗 这样 好来很好同学 是的 这个我刚好在 上一个演讲 我在哪里 上演讲是在哪里 太多演讲了 对对 雾光金色 雾光金色 他们也居然有一个题目 很好笑 他说滑手机的时代 怎么跟修行相结合 跟你的意思是一样 然后他是在大殿里头讲的 好 你的问题很好 同学 我们的副社长 保金 刚刚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他意思就是说 网络上面一些比较 比较三或星的私讯很多 那几乎是无法控管 那怎么办 这个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那一方面又要讲究 所谓资讯自由流通 那二方面又可以 那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种资讯 又常常是跨国的流通 你比如说 他的总站又不在台湾 你的警察也抓不到他 然后你只能说 用网络的技术 去把他锁掉他的IP 让他在台湾不能用 大概只能这样 你甚至于不能制裁他 在美国的话呢 在欧美国家 他更在意的是那个 幼儿色情 更严重 已经色情到 不是成年人的 成年人那个已经不算色情了 只算运动 只算运动节目了 是已经被认知为这样了 但是呢 他们就在乎那个儿童色情 那个儿童色情就恋童癖 恋童癖目前在国际上 相对不被接受 但我必须告诉诸位 一样已经在被冲撞了 你们今天没有遇到这个嘛 是讲儿少 有儿少来这样而已 已经在冲撞了 也就是说 LGB 他们的那群 所谓的多元性的开放的那种团体 他们甚至于毒品 我们一向认知的毒品 也认为说应该要合法化 也就是说要助性用的 在网络上高中的网络课本 高中的课本 那个QR Code扫进去呢 居然就在教你这个 后来被告 那教育部被告 教育部被告 教育部被告的话 后来他才拿掉 因为你给的一个是QR Code QR Code背后的东西 它是一直动的嘛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控制呢 所以同学你听懂意思了 连教育部自己都被告 是这样 很是问题 确实很是问题 所以你要问我怎么解决 我先告诉你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再来谈解决 再来就是说 就算你个人解决 周边也不一定解决 那以佛教来说的话 这在所谓的什么色情 什么以我们那个年代来说 资讯不发达 那么大概就是一本杂志的书 里头清凉一点 就会被异样眼光看待 因为它在外面流通 它有实体 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书中自有言如语 不是 是手机自有言如语 这个时候已经是私密行为了 所以你不可能由A来控制B 几乎不可能 连爸妈也很难 没有错 比如说某一些网路 某一些网路它会上面会有一个所谓年龄限制 但是年龄限制你没办法查核啊 比如说YouTube YouTube你进入它的这个账号登记的时候 他会问你几岁 他还跟你说明 他说因为几岁以后要控制 你看的内容 你说有用吗 完全没用啊 你说你20岁 他其实才12岁而已 你说你20岁 YouTube也没办法审核你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还不是一样 通行无助 所以那个都是掩耳盗铃的一个 一个装模作样的样子 还有很多东西点进去有没有 他会告诉你 以下18进有没有 你过18岁了吗 谁会说我还没过 是不是 要去点那个的人 小女生小男生 国一国二都 小一小二都会进去 我的 我曾经在十多年前有一个小沙咪 小沙咪 一年级而已 而且在很偏僻的地方 是在满洲的那个偏僻的地方 然后呢 他上课回来的时候跟我报告 他报告 师傅我回来了 那我们就问一下 今天有什么事啊 这样子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有一天他就回答 他就问我 师傅 我可以问你问题 我说好啊 小男生嘛 我说好啊 那你就问吧 他就说 师傅 什么是A片 那我要不要三条杠 也不用了 因为小孩子不懂 那我就跟他讲 我不用道德来骂他 我说 这个 稍后呢 你稍微长大一点 我就告诉你 我再讲这样 那他就没事了 他也很可爱 他就没事了 他就回去了 他就去上电 怎么样 第二天一样上课 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呢 他一样要来报告 和尚师傅 我回来了 今天还好吧 很好啊 和尚师傅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 我说好啊 我已经知道 什么是A片了 你懂吗 这样懂意思吗 那我们没办法控制了 所以同学 你现在都已经是五年级了 你都还有这种困扰 人家我们那个沙咪 都没这种困扰 哈哈哈哈哈哈 诸位 五卓二世就是这样 五卓二世就是这样子 当然你也可以说 大人的世界 就污染了小孩 污染了这个环境 那 我是觉得说 是这样 我们怎么自治 那真的就是 我曾经讲过 我说什么EQ IQ 还有什么 对 对这几个Q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资讯Q 就是我们未来一个人 他怎么能够在资讯流当中 自我控制 跟自我调理 他会变成是这个人的品质的一个衡量标准 我们常常说 这个人EQ不行 对不对 IQ很差 EQ更糟 是这样 IQ低一点还好 那EQ小于零 那就很惨了 那一般我们会说 这个人就难以相处 特别是讲EQ情商这个问题 对 我会提出来 我说 将来衡量一个人 还要再加上一个叫资讯商 能够对资讯流 能够具有一个抉择跟控制力 你知道我们手机拿起来 我们要找一个问题 找一个事情 那个line上面 人家播了一个 人家传了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就是TikTok 或者是一个shutter YT上面的shutter 然后你可能就点下去 只是15秒 对不对 下一个15秒 再下一个15秒 再下一个15秒 20个15秒之后 你已经忘记 你本来打开LINE是要干嘛的 差不多已经忘记了 忘记了 他想一阵子 我不过就是要 查一下某人的手机号码 你要回他 但是你已经delay的好久了 诸位 这就是资讯商不足 我来描述 这就是资讯商不足 也就是说 你在进入资讯流当中的时候 你问我说怎么自处 我说你没办法阻断 没办法阻断 就算阻断 他的IP在国外 你中华民国也没能力啊 何况我们跟人家 又没什么邦交啊 你还能怎样 对吧 除了大刑法 你能够透过特别的签署 然后警察能够去引渡以外 这种东西几乎没办法 那没办法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好说 我们自己要建构这个能耐 当然了 有一种情况是例外 我也觉得这好像蛮厉害 比如说 你们做金融的就知道 中华民国的存款 如果你自己要提款 过去是50万 听说现在是30万 30万就要交代 来龙去卖 你们知道这事情吗 应该知道 那你会觉得很扯啊 借我自己的 我存进去你就高兴到嘴巴裂的 何不容 那我提出来 这也是我的钱 要问东问西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事情 我早期也觉得这很荒谬 对不对 其实不是呢 才不是呢 那个都是很表面 那是标准一般性答案 蛮绵羊的答案 其实不是呢 是美国要在全世界打击恐怖分子 让他金流所死 他要求全世界要这样干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如果去存款的时候 他会要你签一张 我不是美国公民的切捷 还有没有经验 你还没有一桶金的样子 开玩笑 是要签那个 我曾经被要求过签过 其实才美金多少钱而已 而且台币也要 开户就要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美国在全世界的公民 他的公民在全世界的任何收入 他都要去打税 不然美国要做世界老大 他哪里有钱啊 他就要对他的老百姓吸金 所以你是美国公民 你在台湾 你得签署 说我是美国公民 那好 台湾的金融就有义务 要提供他在这里的金流行为 给美国政府 那美国政府 说好听叫抽税 更进一步就是了解你的金流状态 而这样 所以说911之后 那个什么 那个恐怖分子 还有一段时间在活动 对不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后来没有了 你以为宾拉登被干掉了才不是 你注意看 宾拉登被干掉之前 其实整个恐怖分子的活动 就已经降到几乎没有了 那不是美国的情报做多好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要来杀我 可是你就在远端 你枪炮已经准备好了 我即便是知道也有限 防范也有限 但是我如果先这样 让你买枪炮的钱都没有 看你怎么恐攻 他是在做这个事 那我就联想到 如果他能够在全世界的金融 锁的这样子的话 他为什么不锁你说的色情呢 因为有问题 锁色情的话 会被人家挑毛病为限制言论自由 了解意思吗 因为色情本来就各国标准不一致 有没有 伊斯兰教的色情很恐怖 他的色情标准就比较低 对不对 那西方社会可能就更宽松一点 那台湾几乎是不设限 你谈什么都可以 几乎是这样 那不是台湾人特别开放 是因为台湾处在东西交汇的地方的话 各个思想都跑进来 没有设限 是这样 所以说你要问我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自己的资讯商要高 以前叫情商智商 有没有 老师您说还有个什么商 AQ商 AQ商 那个叫看一看 A是什么的 您再帮我想一下 对 是的 行政 行政管理 能耐 的商 那我再讲 我多一个叫做资讯 资讯 资讯商 这样子 我应该再讲这样子 所以人应该要自己培养 面对资讯流的时候 几个能力 一 叫做 不迷惑 第二叫做 不走 第一个叫做不迷惑 第二个叫做专注 那么第三个叫自治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有 就是说你首先不迷惑就是说 你要能判别真假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事物常常给我那个 三年前就被宣告是假资讯的 是这样 再来 现在的AI 直接就可以拿我这个相貌 我正在讲 对不对 它可以完全套不一样的话 然后嘴型也一样 它可以小便我的嘴型 你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说为什么 国际上面好多重要重量级的 那个 我们说 包括我们的那个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 他不是否定了最近的那个 CHAT GPT吗 对不对 他自己又做了另外一个 那能效呢 没他好 那人家是笑他说 他其实本来也是CHAT GPT 就是OpenAI 这家公司的投资者 那他只是因为 在商业上输了他 所以他才退出 但我们如果不那么小人来看他的话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AI将会制造无与伦比的虚假资讯 你会最后无法判别 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就是 同学 同学写论文 就可以把标准立清楚之后 他就帮你开始写了 一张一张的帮你写 教授不要怎么办 不要怎么办 因为写的比教授还好 因为他海量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公平吗 他就是虚伪的论文 我说虚假是这样 还有可以造一个人像出来 那个人像嘴巴讲话跟声音 就是我的声音 那所以他可以要我去讲 任何他想讲的话 不是我讲的 但是你看起来就是我讲的 你想这个可怕吧 所以这个叫做不迷惑 很难啊 第一个就是不迷惑 第二个叫自制 也就是不被那个好笑的什么的 一千千走了 他要自制 第三是专注 现在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电视也好 有线电视 无线电视 或者YT也好 除非你开成全萤幕 不然他旁边一定一大堆 有没有 一大堆引诱你看的 是不是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你正在看左边的 他旁边就跑出一堆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你看完了这个 他甚至自动跑下一个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 因为他读出来了 他读出来你喜欢什么了 他开始一直推 你只要选上三次 他经过大数计算 他就知道 你对什么没有抗拒力 比如说啦 你第一次买了婴儿用品 第二次你又买了婴儿床 他就马上知道 你要生小孩 或你家要生小孩 他开始就怎么样 一直推 小孩产品 小孩食品 小孩衣服 小孩养育 小孩教育 小孩什么 我看你躲得掉躲不掉 你一定有一样你要的 对不对 你会觉得 对啊 这真是我要的 他创造了需要 创造最新的需要 他这样做的 英国有一位 美国有一位新闻记者 女生 她到法国去 她到法国去 然后呢 她刚好跟她男朋友 她刚好跟她男朋友 吵架 然后大家分手 分手了 我想 我想在法国遇到一点浪漫 是这样 她就开始登记了一个法国的交友网站 写的东西很简单 就几样 大概要写的 假名字 假身份 假生日 就这样 但你的IP是真的 你的IP是真的 你的手机的IP也是真的 就这样写完之后就出去了 她一天之内收到了无量无边的什么 她的蛋糕 她爱吃的chocolate的品牌 还有呢什么什么 她全部有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不是依你写的为计算 她是依你写的这个东西 在绕到后门去 跟背后有一个统一的大资料库去比对 像你这样子的资料的人 她曾经买过什么 你懂吗 那你要知道 你说你要假冒一个身份证 或者假冒一个出生年月日 你大概会固定用几月几号 你懂意思吗 她就用这种方法 结果你知道 她在一天之内收到好多好多 确实跟她有关的 包括她喜欢的衣服 鞋子 蛋糕 她全部知道 她吓坏了 她马上写信 因为她是记者 她马上写信 就跟她讲说 你到底拥有我多少的数位资料 然后那个公司 意思就是说 会讲话的出来讲 能够干事的出来跟我讲 她不理她 她就开始亮出她的美国某一家新闻 不晓得新闻的记者的身份给她看 她吓到 好了 我们给你 你要怎么说 她说 但是我们不给你数位的 因为我怕你也会乱用 我也不给你数位 她说没关系 你给我什么就好 你拥有我多少的资讯 资料 我给你 列印的 主位 那个箱子 看到没有 那个箱子 那个箱子看到没有 一大箱 一大箱 它只是加入一个 一个交友 交友的一个登记而已 它背后算出来是一箱 那这个事情后来公告出来 那我们有多少箱 我们是被资讯完全 不单是养大 其实我们被资讯包围 我们被资讯引诱 我们被资讯堵杀 你懂意思吗 包括你的政治选项 很简单啊 你老是去看科皮 你懂吗 将来我就一直丢科皮给你 你懂吗 但是只要 你点过一次科皮赞 他就认定你是谁了 这样听懂的意思吗 没关系 你哪一次要点他不赞 没关系 他会进行什么 电脑的人工计算 电脑的背后计算 我就不想哪个政党了 某个政党 我们有个信徒 他的女儿读政大 大一就加入工读生 你们今天问我这个问题 你们问对人了 我知道太多了 你懂意思吗 然后他大一就进入那个政党里头去工作 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 每半个小时用大数据 算一次网络 关键字跟关键人物的热度温度 好可怕 那个是一个极快计算的结果 比如说法杖法师 开始他就分析了 正面的反面的 增上容量的 或减低升量的 或他谈什么的关系度最高的 什么新闻度最高的 好多种标准都一录出来 随你填 他就帮你计算出来 你几乎是赤裸裸的在那种软体之下 你知道吗 你知道是怎么来的 很简单 我法杖不过是在YT上面 点了 点了 骂蔡英文的话 比如说这意思 就这样而已 他就有办法做连结计算 当然我没有说是哪个档 你不要联想 比如这样 或者是点蔡英文好 就比如说这意思 或者点 我们现在应该 蔡英文已经要下台了 比如说赖神 或者怎么样 这样 然后你留在那里多少时间 也是计算之一 我问你 如果你是点一下 下一秒就不见了 这些都留下数位 数位痕迹 我讲数位痕迹 对吧 你不小心点到颗P 然后你两秒就出来了 他就不计算 但是你留在那里 十分钟 注意 那段影音才八分 你留十分意味着什么 你在下面看留言 他都知道 你不要傻傻的 你的手机随时在告诉 机器人我是谁 我在干嘛 听懂了没有 民主时代 我们有能力抗衡吗 我因为做宗教基本法的关系 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 你知道吗 我被安排 好人 帮我安排说去跟蔡英文总统 他是一个 我没有对他有什么意见的人 我只说他当总统 我要推宗教基本法嘛 就这样而已 我没有任何的政治选项 然后他说好 我们找时间见面 当天晚上 我的介绍人就收到一叠 PDF档 一叠 拿掉 拿掉 一叠 什么意思 告诉你 谁是法杖法师 这样 那一定有一大堆哩哩啰啰的嘛 就是 他在告诉那个介绍人说 你介绍这个人要去跟总统见面 我知道他是谁 我是国安局的人 你光听这三个字你就吓坏了 主委 谁还敢 推动民主 推动公民监督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处境很糟 在科技时代我们的处境很糟 听到有没有 所以资讯 资讯 自保的部分只能这样 如果再坚持一点 就是完全不用手机 你用手机订车票都是问题 你相不相信 都是问题 所以这一类的 那 好啦 我就没有完整的回答 但是我已经点出来 它的重要性跟危机性了 是这样 我刚刚讲半个小时计算 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缩短五分钟计算一次 我再最后做个结论 今天这个网络时代 放假消息 毁谤任何一个人的成本是零 责任是零 效果是永远 我只要写 某候选人 疑似有小三 偷出去 这样就好了 老百姓是怎么看的 无风不起浪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然后你开始要骂那个人 说谁谁谁 你第一 你找不到IP 他在网卡弄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就算被你找到了 我说疑似啊 你自己要对号入座 你自己有鬼 你在变成你 你去对号入座呢 我讲疑似啊 我又没有说真的 第二 老百姓呢 老百姓觉得疑似就是真的 老百姓的想法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 就是这样子 男朋友对女朋友说 人家都说你跟谁出去 哪有 那是我哥 不是 我觉得不太是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哥 你看看 好倒霉啊 好难解释 光这样都会发生 所以 然后呢 所以你抓不到他 抓到了他还说 你来对号入座 那最后呢 最后他不了了之 然后呢 网路上永远有一个 某人 小三连在一起的 十年也还在那 所以说你有没有注意到 中华民国的大山头 大宗教 天主教 基督教回教 伊斯兰教 还有道教 还有佛教的大山头 通通在网路晋升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讲话就有酸民 就会有酸民吵出来 黑白咪 胡乱骂 这个网路世代是这个样子 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千百万劫以来 第一次人类的黑暗期 往路黑暗期 往路黑暗期 我们真的要小心 为什么我敢办那个 那个什么 那北车的活动 不办 没有人敢办 大道场一定会被骂死 你懂吗 我们这种没人认识的道场 他们还来不及要骂我 你懂 我就已经办完了 办完我就好像溜中 你懂 一直骂 就这样 然后没事 他不想骂谁 而且他一看法杖法师 小咖 不想骂 你懂吗 是只能这样 所以现在做事的 是越小咖的才越能做事 变成这样 那大象难转身 目标又大 随便就射你 眼睛闭着就可以射到你的屁屁 是这样 所以你根本不敢做事 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主张一个事情 小道场多结合 拥护大道场 以凝结各宗教的力量 所以我才会去做宗教联合会 各宗教的差异已经不重要了 各宗教都面对同样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们要赶快结合 先摆下各宗教之间的差异 先来谈谈我们之间 快要活不下去的事情 我这么一讲 道教的 天主教的 拼拼点头 你懂吗 都是这样 所以诸位 不要再做 传统洁辟佛教徒了 好吗 人家如果再骂 烧金子 烧香 你就不要再说 人家我们佛教都不会 不要再这样讲了 懂吗 他们针对的是 民间信仰 你以为佛教高尚 所以你在旁边说风凉话 我告诉你 存亡此寒 听懂吗 所以我们不要再落井下死于其他宗教 应该保护他们的传统 了吗 了不了解 不然 将来我们佛教自己遭难了 人家也落井下死 我们现在需要各宗教互相支撑 好不好 我常常 我已经这样在对 我是常常这样对 现在的佛教徒讲 我们佛教徒不是拿来自外于别人 然后说我高尚于他人 真的不要再这样了 这样也会害死你自己 佛陀不是让你觉得 你可以去骄傲于别的宗教 你俩说不好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才是觉悟 你们的上帝还在三道六道轮回 你说这个 你会叫木 你懂的意思吗 现在各宗教之间 不要去做这样子的 相互的这种比较跟区隔 应该来谈 你怎么样劝老百姓行善 那个部分也是我认同 我们来合作 如果这个信徒不适合信佛教 我介绍到你基督教 基督教如果看到有人想要信佛教 他也介绍过来 我们要开始一夜结合 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要懂 世间人已经在做这种事了 我们千万不要再自外 当然了佛教不会混淆 佛教的教义还是没变的 了解意思 但是对于其他宗教的处境 我们要像看到我们自己的处境一样的 给予同情跟支持 好吗 这顺便再讲到 你的问题你看好深喔 好 来 是不是又要去哪里了 又要移动了吗 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我们在这边 那就好了 好 不容冷气冷下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因为我们社长不晓得 可能去订披萨 然后塞在路上这样子 不会啦 不会啦 没关系 我想说他们 因为他们都该学我 也是想学 这些干部 我感觉他们都会 很有心想学 可是 不知道怎么学起 好 可是 可能希望社长在那时候也可以 那时候稍晚一点谈 是吧 来 稍晚一点谈 好 那有什么问题 反正有录影啦 也有直播啦 不怕 两个都有 还有什么问题 有 有 没有啊 就是参加热舞社 也参加佛学社 大概只有他一个人 是这样 这样应该 应该好好多保留 因为这样子 可以引来很多愿意学佛的 所以他应该要重点赞 因为是 这种两个一般来讲 是看起来属性不一样 对 对 热舞加佛学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那其实佛法应该是要各种人都可以加入才好 好 来 有什么问题 随便问啊 可以问的都可以问 好 可以 来 请问师傅 就是我们在做生意啊 那个客流量 客人 今天谁会来 谁会来 生意好不好 那跟我们前世所跟他姐的音缘 因果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所以说 先结佛缘很重要 做生意也是 所以你看哦 那个 道圣和夫 他后来 他出家了嘛 去做沙咪 他是因为得癌症 然后出家去做沙咪 结果后来修得不错 再做两年沙咪 他又被挖出来 去救那个日本航空 那他其实他没什么神秘的 他就是想做服务 航空业就是服务 一路的各种很细腻的服务 马上半年之内就转亏为盈了 人是需要被尊重 那我们做生意一定也是这样 就是先用服务的态度 台湾在这方面号称是不错的 但是呢 有时候要更大新量一点 这样能够包染更多的人 师傅那因为因缘三世因果 过去的已经定了 那我们在这一次 例如说要让生意变好的话 还要怎么去改变 是是是你的问题很实在 是要让生意变好的话 是网路上也有一些很 看起来很奇妙的做法 但我们后来发现的结果就是说 他客户永远是聪明的 你不可能用一个 讲欺瞒不好听 就是说没有实质利益 然后你可以吸引到他 这个 就算他被你稍微 讲骗不好听 就是说他被你误导了 吸引了一下 他会觉得他受骗 所以客户的操作 永远跟时代怎么变化都一样 因为人同死心心同之理 大概就有两个核心 一个 诚信 我的产品 这样子的价格 我的产品我没有骗你 功能 品质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就是这样 真的这样 我说我要给你多少的服务 该有多少服务就是这样 诚信永远是世间最重要的关系 你跟企业要存活 无非就是跟客户 哪怕是最高阶的像台积电这样的生产 他还是诚信 他最近 最近那个张忠摩就讲了这句话 两个字 他说他能走到今天就是诚信 是这样也是这样 当然我不是从他那里讲来的 我只是说刚好这想法是一致 诚信 但是他只讲一样 我讲两样 因为你在零售业 你谈的应该是多半是零售业 或者当然了制造业也OK 诚信之外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 让利 让利 也就是我们讲的叫做 就是什么 薄利多销这种概念 薄利多销表现出来叫做尊重 诚信是基础 尊重就是Kimoji 你这家公司也诚信 那家公司也诚信 可是我对你的让利不是表面的让利 是表现出来是尊重 尊重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就是我服务增加 我也 但是服务有时候看不出来 对吧 但是我失职了让利 不过让利要注意 让利会被人讲成红海政策 这样就糟了 杀红眼了 杀的血流满地 应该在蓝海才对 没有错 你如果找到你的企业的蓝海 当然OK 但如果不信你正陷入到红海状态的话 那怎么办 那就是 在同样的利润水平上 你增加服务 这样就不至于让人家讲消价竞争 我说让利 有时候被解读为消价竞争 那是很恶劣的 很恶劣的 我听过有些都在高科技公司做老板的 他跟我评论了一些台面上有名字的人 他就告诉我说 那个根本就压榨员工赚自己 在他们同样的老板的情况 他认为那个不尊重 对员工的不尊重也是问题 了解吗 所以是这样 那如果再加上第三样呢 就是我说的 企业的慈悲本质 这是我在北大光华学院 他的副校长来主持 那我们有录影录音 后来我写成一本书 叫做佛教的社会企业 那我们正在做 我自己有一家公司 那当然经营很辛苦 我们一直在找寻新的方法 我们要这样做 但是从来我们就是讲求诚信 黑豆就是原生种的黑豆 然后我们卖的让利也让得很高 那但是老百姓不一定买账 这就是你刚讲的没有缘 你看你都问到了 对不对 他就不跟你信 你听我的意思吗 那好多了 那我们还是要做 还是要做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你的这个企业的本质 如果企业 企业是一般的解释 是有企划型的事业 他的企划目的就是赚钱 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讲 就是为股东创造最高的财富 那是他的责任 但问题来了 那消费者呢 消费者在某个意义上也是股东 他是一个逆向的股东 我如果不消费你的话 你看你怎么卖 你股东有钱 你难不成用骗我的方法吗 或者是说跟我交换 但是你的大托拉斯 我也对你没办法 大托拉斯就是 你已经阻断市场了 像有一些农业公司 我就不讲哪里了 公开录影我不好意思说了 全世界都听得到 那有些公司它就垄断 连种子都垄断 还有农药也垄断 肥料也垄断 那最后他的产品 谁能跟他拼 没办法嘛 是这样 那这样子合不合理 你没办法说 因为这是由一个国家政府支撑出来的制度 所以必须自己醒过来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主 他即便是不管是大大还是小 他应该让自己的企业成为人类的价值 而不是掠夺的手段 这很重要 比如我做面包 我应该让人家吃这个面包健康 那我自己呢 得应有的利润 这样是价值 但是我如果一直在想的 我怎么增加利润 我怎么想方设法 让别人不发现我的利润过高 那这个企业事实上是掠夺的型的企业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现在技术 都给这样的企业的目的存在的话 那人类只能被宰割 消费者只能被宰割 那这是人类社会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三个 诚信 让利跟社会价值 跟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三个应该是一个企业很核心的自我要求 以上这样 好 还有没有问题 今天两位去开会 那有没有什么主要跟宗教有关的 我也可以share给大家 今天是他们谈的是主要内容是什么 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对死啊 然后还有性别 跨性别的歧视的问题 然后还有儿哨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团体他们在提倡 儿哨要自主 就是说 儿童可以声明可以申请他的权利 可以不受到父母的管教 对 他可以有他自己自主的权利去决定很多事情 包括 包括 包括比如说他要怎么样决定他的 他的性的行为等等这方面 主要是某一些团体他们正在诉求这个 然后还有讨论到一些身杖的不受歧视的他们的权利 然后我们在讲说 宗教应该也要有权 人权的时候 就是通常都是被忽略的 因为大部分在这个领域上面 会一直很积极的发生的那些团体 他们都是反宗教的居多 那有一些他在强调希望能够让跨性别 跨性别得到得到认同啊 跨性别 跨性别想要得到不受歧视的这个权利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我们在 试图用宗教来去平衡 他们会觉得我们在使用多数暴力 这是他们的 的话语 然后他们想要推动Face 他们说的是 因为Face很难在台湾得到共识 得到共识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只能先通过 然后再来谈 这是他们这些团体的理由 今天到底他是台 我刚刚请他分享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正在所谓的 面对国际的所谓 平等法的压力 或者是国际人权上的压力的时候 台湾最早是因为马英九先生 他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因为我们台湾受限于联合国之外 那联合国有一些所谓的人权宪章 人权法 人权公约 然后就他的想法很单纯 他说那我们也去攀比一下 这些人权公约 那什么攀比法呢 就是请所谓的联合国的 加入了的学者 但不是代表联合国 没有 就是说你有在联合国有工作过 的所谓人权学者 来我们台湾 检合台湾有没有按照所谓人权公约 这样做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检合的情况是这样 他来了一次 他就会检合你 然后接受老百姓的告状 告状之后呢 他会一起检合 然后他开始看说 对照公约 你们做了些什么 国际上呢 正做了什么 你们台湾没做什么 然后你们的老百姓 举发你政府 说你没做什么 然后他就会写成一个报告 对 就变成这样 公约甚至高于宪法 没有高于宪法 我知道 我说有时候会被认为 操作起来 甚至于还要跨越宪法都可能 只是他不会这样讲 你了解意思吗 他当然没有人敢说跨越宪法 但是他高于国内法 甚至于他们这些人呢 会认为说 这样子就是国外讲的要这样做 你没有这样做 对不对 那我就来定你政府 政府 政府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嘛 他就开始有压力 然后他们的声音很大 所以他们形成的那种压力力量 是相当大的 那一般的老百姓 没有这种组织 那因此呢 大部分他所说的这一类人权 所谓的人权人士 要么就对宗教有隔阂 要么甚至于敌视 那甚至于在当时在同性婚姻这件事情上 有一些宗教确实 给他们感觉很比较偏激刺激了 所以他们就摆明了 开始对跟宗教对立 这都是历史的因缘 我要请这位师傅来讲这件事是这样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当国际上开始在写你台湾哪些人权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来看是A 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为什么台湾不能够有自己的人权的角度呢 为什么什么都要按照西方的角度 这是第一 第二 台湾怎么会忙着去实践那个 包括美国在内都还没有实践的所谓人权行为呢 到底在急什么 第二 第三 好吧 退一步想 就算欧美也做了事情 做了某一件事了 那台湾就不能够在人权上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吗 这是第二 第三 第四是 人权的标准难道都在西方吗 台湾的华人文化里头不能够有自己操作的样态 然后你政府就因为少数的这些人权团体 一再的依着西方的标准 然后压着政府打 然后最后老百姓那个普遍的老百姓 傻傻的就开始接受了 那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是说他们的年轻人 他们现在形成的那个温围 其实就是依着这个导向 那已经形成了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思想 是的是的是的 但我常常说 其实是这样 因为年轻的选票比较长远 而且他比较有凝聚性 因为年轻人跟年轻人容易沟通 容易形成气氛 我们中老年 要么退休状态 要么没力气 要么正为生活搞得焦头烂耳 所以年轻人相对在人权比较具有理想性 那为了政治选项 这些政治人物其实是中老年 但他们很懂得卖年轻人的想法 问题是什么是年轻人的想法 往往也是某些人去把他诱导建构起来 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就是那是他的想法 那还可以再讨论 是 问题是所谓的同侪 到底又是谁让他这些同侪的想法 会跟中老年差那么远 我们也不能说 年轻人就天生会跟中老年对抗的 是这样 但是什么样的机制一直诱发着 年轻人的想法一直跟中老年就不一样 当然中老年的想法不一定对 我只是说天生就不一样吗 还是被诱发成不一样 或者是说中老年会不会反过来 也应该可以支持年轻人的想法 也不是不可以 问题就出在没有好好坐下来谈 他就一直割裂式的谈 包裹式的谈 就是你刚刚讲 同侪之内他没有跨同温层之外去谈 这样的话就变成同温层的年轻人 跟同温层的中年人 他永远就是gap 这样子对社会是一个分裂状态 他们的PTT啊 然后把故事 没错 已经不是有很多 没错 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我没有说年轻人就不好 我不是意思 我只是说他的gap本身有问题 所以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这两位师傅去参加的是什么呢 去参加的是正在发生这个事 然后国外的意见丢进来了 然后就是他正在国外的意见正在压着政府说 你要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正在检讨 然后他们就代表呢 去进去到政府开会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是跟他们不一样 大部分人就是去订政府的 你懂吗 就这么你没做 你没做 大部分人是这样 而他们呢 是属于比较另外一个意见 就是说没有一定要按照外国的这个做法 这个时候可能会被抹视 攻击的话大概目前还没发生 但是呢可能你发表完谈话的时候 他马上另外一个谈话就会把你的完全cover过 他不至于正面攻击你 但是相对的这种比较传统的声音 就没有进去到这个会议里 就是老师你说的 我们进不去嘛 但这个场合是可以进去的 这个场合是大家面对面 face to face 进去 应该进去的 他就进去了 而且没有年龄限制 你只要有任何一个社会学会 或者是筹备会 给个名字叫筹备会都可以 都可以进去谈 这个时候你才会表现出 某个意见是国际意见 是或不是都没关系 你不能让一堆人都谈同样的事情 然后压着政府打 你也要让政府听到另外一些声音才对 至于哪个声音是最后被接受 或怎么样可以谈 我现在担忧的是 孤边的声音 好像全世界全台湾都是那些人 在代表台湾人的人权思考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们也应该有一群人做另外的思考 至于会被他说成 会被他描述听到的 听到描述为说 你们那叫做多数暴力 民主不就是这样吗 多数人有意见就多数 多数就叫暴力 少数就叫可怜 这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大家听到了 我没有说他们是不好 我不是意思 我说这个逻辑合理吗 那我们如果继续在冷漠 我们是被什么思想 在牵着这个社会走 然后我们一再说 都是他们 都是他们 问题是可以进去的时候 你不进去谈 了解吧 所以我让师父们进去谈 我已经进去谈几次了 但是我在想 我不能老是漏在第一线 你知道吗 要做炮灰要找他们去 也不是啦 就是说应该让多一点人 看到不同的出家 或者神父或者修女 去面对 去跟他们谈 他们才不会无所忌惮的觉得 我们就是代表台湾 你知道吗 我曾经听过他们里头的人 是这样说的 这样骂的 那些假学 那些学者 那个反对 这个同性恋 或怎么样 根本就是 这个 泯灭学术道德良知 他也是学者 他提的 哪里不对 你就跟他谈嘛 怎么会跟你意见不一样的学者 就叫做泯灭道德良知 那这样话谁还敢谈 谈意见了 就是你的意见为意见咯 他可以公开讲到这样 现场有谁你知道吗 现场就是政府的人权 委员会的那些学者 没人敢吭声 上YouTube看一下 我发言了 我就去发言 我说 没有哦 人权从来就是不同的团体 在折冲的 折冲 在表达意见的 最终要选择什么 没关系再来谈 但你不能说一开始就是说 意见跟我不一样 就是什么违背良心 那这样他当学者 你就马上帽子戴他了 谁还敢谈民主啊 如果你中华民主是由一言堂决定的 那中华民主能怎么谈 他抓狂了你懂吗 因为他已经被我刺到痛处了 我下来之后 那些基督教妈妈 天主教妈妈 都私下跟我讲 好棒哦 我们本来想鼓掌都不敢鼓掌 不敢鼓掌 他们真的亲口一样告诉我 因为他们那些比较常发言 有经验的那些人权团体 他们其实都跟那些主席很熟 对 他们不是一个淡黑眼 一个淡白眼 然后好像演一个很民主 有开放公民团体来这边谈 但其实到最后就是整理一个 决议可能都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这样听懂了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进去 我们要意外的让他们发现 他们这私下已经在谈我们了 他说来了一群怪人 都搞不清楚状况 乱说 你看他这样讲我们 越严苛 对 说什么只能跟一个进去 不能两个 要这样要那样 然后买给我们的素食便当 都超难吃的 是的 问题这是公民社会啊 我们怎么可以让他这样玩法呢 诸位要参加啦 我没骗你 真的不能不管 要去表达意见 最后你输了 你好歹有表达意见 这就是今天讲的抉择 然后最后输了就叫放下 不然怎么办 不然怎么办 所以今天刚好师父来了 你看他就是第一 我就是让他们两位去 你有发言吗 有 你发言哪一类 他们有人就说 就是那个费子联盟的人 也是很年轻的人 他们就提一个程序 程序意见 其实感觉上就是针对我们讲的 他说你们这些 有一些团体来 你应该是同意我们这里专家的意见 才发言的 他说我们如果不同意 他们所说这些国际委员的意见是 他说我们不能发言 他是这个意见 那结果主席同意吗 同意他的说法 今天那个主席他没有任何回应 今天主席是罗 不是罗委员 他没回来 你听到了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要顺我们的预设立场 你才能够发言 哇 同学们 你们接受这样子的所谓民主吗 同学 前任社长 你们是年轻人啊 中华民国的人权是这样谈的啊 然后他们都在提唱过胎 提唱LGBT同性恋化性别 然后 还有毒品 毒品除罪化 毒品除罪化 对 对 对 不能讲歧视的语言 像我们知道很多年轻 就是青少年青少女 他可能在佛高中时期 他可能会有性别 就是比如说女生爱 女生觉得喜欢女生 就是有一段时间会有那种 感觉情感上会 性别会有模糊的的时期 那假如说辅导他的师长 跟他说 你这个状况 你现在是女生 你是女生 然后你现在好像你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你如果跟他说 这只是暂时的状况 我可以再晚一点再看看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他只是暂时 可是如果你这样跟他讲 不行 你要 他们的诉求就是 你要跟他说 你这样就是同性恋 你要肯定他 你是同性恋可以的 没关系 那这个才不构成违法 假如你跟他说 你还可以再观察看看 那就很可能会有违法的情绪 主委听到没有 喂 吃归吃 这还是很重要 这是第一线 来自第一线的讯息 我再讲一个讯息给你们听 现在不是有什么性别友善厕所吗 就男生女生都可以进去 好 算了 这就别提了 美国有一位爸爸 也有爸爸 然后就跟他这样讲 就跟他讲说 妹妹 你是女生喔 你要去上厕所的话 就去女生的厕所 这样 那学校所谓的 所谓的性别友善 也不是都全部 确实有那些女生厕所 有喔 是有的 然后 但是呢 离的比较远 离他教室比较远 结果每次大家一下课 啵 男生女生就冲进那个友善厕所 就有他 就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 可能都 就是 下课十分钟嘛 可能就剩下五分钟 见见同学就知道了 知道之后 就开始问这个同学说 某某人啊 你怎么都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厕所 那小朋友就这样说 没有啊 我爸爸说我是女生啊 我会觉得我是 那我要去那个女生的厕所 喂 有没有问题 这样听懂了吧 可不可以 这个爸爸可不可以这样讲 下面发生的事情 会让你下巴都掉下来 你爸爸还这样说吗 你的爸爸会这样这样 一定会嘛 然后呢 你知道节目是什么吗 那个同学去告诉老师 老师去告诉警察 警察那天下午开着警车 戴着手铐 去把他爸爸当众从家里 靠到警察所 告诉他 这就是歧视言论 是刑法 直接靠走 英国呢 有一个神父 当然这个不代表佛教一定这么认为 有个神父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说 上帝说 在哪里哪里这样说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事 就这样举在旁边 被警察抓 然后呢 被关了一个晚上 然后检察官 检察官起诉他 就是国家罪 检察官起诉他 然后检察官把他关了一天还是两天 然后把他找来 说 好啦 意思 我有那个英文的那个 那个 那个记录 英文记录上面写的是说 好啦 我这一次就看你 出饭 我放你走 但不代表 你今后再这样做 我会继续放你 诸位了解吗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神父不能宣扬他圣经里头的道理 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 两性平等已经直接跨过宗教这条线 你要知道 天主教的婚姻是叫做婚姻神圣制 佛教没有 佛教就是自然就好了 但他们认为 你要知道 在非洲的一对男女结婚 他都被登记在梵蒂冈的布子里头 为什么 他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 的一个神圣行为 所以对他们来讲 天主教的婚姻是不容许挑战的 根本宗教信仰 了解吗 但是他只是举那个牌子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事 他并没有否定同性婚姻 他应该叫做同性结合 他们 范蒂冈有个对外的说法 他说他接受各国的同性结合 但是我宗教的婚姻 我可以宣告 我的婚姻是那个叫做婚姻 这样了解意思吗 他被抓去关 然后被警告 这还是英国 英国不是已经相对民主化 人权化比较发达吗 也就是说 开始有学者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 在所谓人权无限扩张的情况之下 宗教的自我教义 他能够宣称的情况 是不是被限缩了 而这样合理吗 可以吗 是谁这么说的 是谁容许的 这地球上面 有宗教是2000年 这些思想发展 不过就在一二十年之内的事 但突然间 他掌理了整个国家的法律 警察系统跟司法系统 他不能自我宣告 在加拿大 有一位学者 他已经宣告说 圣经里头的话 明显违背人权 应该修改 这跟对岸一样 这是来自加拿大 然后有些学者就是一副那种 不会啦 那只是谈一谈而已 什么东西都是谈一谈来的 诸位 吃龟吃好吗 吃龟吃好吗 我的话要听下去 来 诶 快点 对啊 佛教没有排斥 完全不会 对啊 好吗 诸位 很难得你们正在吃这个东西 居然要听这么沉重的话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因为是刚刚师傅今天 火辣辣的才参加回来 让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子 我没有跟他套招 他听什么 他就听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 师傅 我们同学刚刚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进 怎么样学国 我们该学 我们看学生 那如果来学习 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同学生 我们的课业又很重 然后同学又多远 很多事情 又要打工 所以说 在活动上也很显得很鼓励 那 同学也要准备这些 他们上课都上到 上到中午 他中午还要准备这些 一些事情 他们也很担心 会影响到自己的课业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在经营上感到 有时候会感到比赛 好 了解了解了解 会影响工作 会影响课业 时间很不够 然后 甚至于自己的娱乐也被压缩 我想就是这样 怎么办 我要参加社团 好像不错 但是呢 我又没有时间 我有点紧张 我有点担心 大概就是 佛学社的同学 应该多少是这样 所以我说 对于刚刚说 还能够去参加热舞社 我就觉得很支持 千万要继续保持参加 因为这样可以做 对不对 这样才可以告诉人家说 我可以 至少我时间管理上还可以 首先我必须说明 我们的华人的教育制度当中 所谓的联考制度 或者现在的多元增学入学的制度也好 他仍然不避免用分数来表达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 那我的分数不能太差 我如果比上一学期不好的话 我就怎样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一个单一价值的看法 也就是说来大学里头当学生 是不是分数是唯一目的 那我想包括老师在内也希望你最好是 但其实他并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讲 我说 这也是一个台大的教授说的 他说我常劝我的学生 你读台大不要那么在乎 你的台大的光黄大概在就业年龄 三年到五年内有效 但是等到你的做人态度跟处事能力 在这三五年之间被人家看透了之后 你那个台大光黄反而是负担 你如果真的搞不定你的人际 你只会给人家感觉是骄傲不好合作 人家老板不喜欢你 不过再让他替陈大打个广告 陈大就是因为他在南部 乖乖你听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是比较例外的人 所以陈大长期以来被企业主认为很OK的 原因也就是说他也没有太高 也没有太差 基本上南部小孩 反正能搞怪的有限 是这样 但是那句台大教授的话是值得参考 那里有一个说法 那是说台大的同姐都出过去 对啦 又有这种说法 根本只好找成大的这样 聊聊聊 因为对自己的学校和学生的办法都会提醒 是 这个说法也对 不过我想这个应该不太重要 我觉得重要是第一段 他说你实质上跟人家相处的能力 有时候会更重要 因为企业绝对是走团体的 个人的创造呢 你也不肯永远在那里创造 也是需要一个团体 因此我就要回答同学的核心问题 在学校里头你要学的 看起来好像成绩为最重要 你的爸妈你的老师 甚至你自己都会认为那是重要的 但其实并不尽然 比如说在美国 我知道了长春城大学好几家 他在选学生的时候 如果你在高中时代 担任过篮球校队 赶篮球校队 或者某一个很有名的社团的负责人 完全优先选择 优先挑选你 我想在国外待过 或有朋友在国外待过 你都会知道是这样 只是说华人文化里 还是一样逃不开 我们所谓的成绩选人 但是你想想看 西方敢这样做 西方并没有因为这样弱了一点 除了他们道德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并没有这样 他的科技还是引领的时代的 可见 一个人的价值一定是全方位的训练 所以来担任大学生 来担任大学生 学业师傅当然觉得是重要 但不要把它当作唯一重要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应该两全相害举及亲 比如说 我如果这么在乎这次的考试 因为这个考试真的很重要 好 那么我就去在乎一下 但我不必那么样认为 所有的我要那么在乎 我宁可在某些科 稍微弱一点点少准备一个半天 我来推动一个社团活动 或者我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个经验是 过了这个时间我就没机会了 你懂吗 过了这个大学生我就没机会了 那对我来讲更珍贵 了解这意思吗 那么因此这样子的话 适当的权衡 而不要只是认为 它唯一在影响我的学业 那我就不行 也不是这样 讲白一点就是 适当比例的让利这个学业的同时 你却在人际跟做事经验 跟人格成熟这件事情上 获益更多 而且这个机会只有在大学里头有 那你就要好好把握 让一点点东西在学业之外 OK的啦 我自己看到的我们的很多出家师傅 或者是我周边的学生 或者是我常常讲 那个英国的那个研究 他说小孩子越调皮将来成就越高 他没有说小孩子成绩越高将来成就越高 为什么 因为调皮就是意味着他要面对上面对下面对同侪 他都要很多想法 对吧 这些想法就是你将来面对社会最有用的经验 是这样 所以说我是觉得同学们稍稍的让利一下 所谓课业成绩 不至于过头 这样就OK 那是以什么为标准 我个人以为能欧帕就好了 你懂吗 是这样 你说要多做 我跟你讲 真的 我自己 我自己的经验当然不等于大家 我到国三下学期 我的模拟考 我们那叫西民国中 我的模拟考都在50名开外 那西民国中呢 30名以内才有前三志愿可读 50名开外就 30名到50名之间叫做危机 50名开外不可能 这样 那我考了五次模拟考 最后一次呢 还是没有50名以内 然后我的老师呢 是数学老师 然后他就有一次我感冒 我是班长 我就没去上升级典礼 他刚好是寻教室的老师 他就晃进来了 莫然 你这次模拟考多少名 60几 你这样啊 你已经五次了 我印象中你没有一次在50名以内 我现在想有需要那么紧张吗 然后他就接着就说 你到底要联考考几次 好狠啊 深深刺痛我 你知道考一次我就快死人了 考几次 怎么办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证明给他看 然后我也得接受事实啊 那怎么办 我就做了一个 我到今天常常讲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 95%以上完成的企划案 怎么样呢 我列了一个 到联考为止 看三次所有要考试书的次第 然后呢 我安排 我找了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是我的就是partner 玩在一起的 人中庸 中庸的人 就是说他没有太多想法 但是呢 就奇怪了 我老是出鬼点子 他都会支持我 是这样 然后就约他说 我们这样 因为考完第五次 差不多就要 那个温书架就出现了 即便是还没有毕业 也差不多不上课了 那我们呢 我就约他说 每天早上 我们七点爬墙 爬墙 然后上四楼的教室 我们教室已经关起来了 铁门已经关了 那为什么要爬呢 这样就没有人吵到我们 然后自己带台灯 然后上去 约好了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回家 骑脚踏车回家 很拼吧 因为这样才能看完 这三轮 然后呢 我就带了好多 名歌歌谱 还有那个写毛笔的笔 就带在那里 还有下象棋的 就三样东西带上去 因为你会抓狂 一直看书会抓狂 那就两个人瞎唱 瞎唱名歌 然后再不行 都要练毛笔 那再可以的话 下个象棋 吐槽一下 就这样子 我们就安排好了 那每天一定要读多少进度 他跟着我读 结果呢 我是 差零点五分上剑宗 就上师大副宗 算是高分 然后他呢 上这个成功 我们两个都算黑 我要讲这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正规的分数 证明你不了真正的什么 是你对你自己的信任 跟你自制力 自制的能力 就是说自己制约的能力 才能证明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是什么 相信我的意思 你懂意思吗 了解我的意思吗 自我自制 才能够建立自己的信心 学校的成绩是一个参考 我没有说不要 all part就好了 了解意思吗 那如果老师这样跟你讲的话 你如果老师质疑你 说你最近成绩差了 你也是可以很诚恳的跟老师说 或者你跟你的家人说 我说是的 那是在我预计中 但是没有过我的底线 底线说六十分嘛 没有过我的底线 那我正在做些什么 所以我牺牲了一些读书 你还是坦白没有关系 坦白是自信的一种表现 你需要在成人阶段 的这个最后的学校阶段 你应该面对自己的选择 并且告诉人家你的选择 那有可能就今天讲的 你这叫做你的抉择 对不对 那万一你会感觉没被接受 你就放下 为什么 因为你的学则是有它道理的 了解意思吗 是这样 那你会再问一个事情 这样子来学佛就OK 那我把老师的问题再延伸一下 万一谈恋爱 那就不可以了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还是自制那句话 谈恋爱难道意味着 让对方死人吗 让我自己成绩很差吗 可不可以约定说 我们两个在一起做朋友 不要叫恋爱 恋爱太危险了 我们说我们两个走在一起 但我们互相帮忙 有没有机会呢 没有 不可能 还是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是你的自制问题 这也是你选择朋友的问题 这更是你面对你的感情跟现实 怎么合一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这也是你人生永远不会 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果在大学时代就有机会测试自己 我觉得那是幸运的 这样了解吗 老师问题我稍微衍生一下 就这个意思 所以来吧 来参加佛学社绝对有OK的啦 你们如果要学我的话 想要学 可是不知道怎么学起 也不知道去 有时候就是这边听来听听 他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看完 用这个想法再去 你说的好 老师用心良苦替他们问这个问题 我们柯老师很用心 为同学问这个问题很用心 诸位 一言堂式的学佛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你不可能是个一言堂的人 你总是面对多元文化 多元说法 所以一言堂的学习对象 基本上相对难 但是过度的投机主义 或者是怀疑性主义 也会伤害到你自己 投机或者难听一点 怀疑主义 是不是这样讲 比如这样老师 这本佛书也说得还不错 可是那本也不错 那本叫我修这样 那本叫我修那样 好像拉捏不准 他明明跟你说出一个很有逻辑的道理 你甚至不愿意去测试一下 你就天生存在怀疑 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问题 在佛法上说 人的烦恼有贪嗔痴慢疑 所以疑会是一个大问题 疑会让你对什么事情躊躇不前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老师你说的东听西听 东听西听有时候无法避免 但是应该是东听西听之后 要会归核心的见解 这才是重点 如果会归不来 会归不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A这样讲 B这样讲 C这样讲 你都搞不清楚 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差异点是什么 你的怀疑点是什么 你都搞不清楚 那这样就不行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去问你的老师 或者请去问某一个来这里 跟你们指导的师傅 你可以这样问 老师你刚刚这样讲 可是我在哪里有稍微看到 是这样这样 那到底哪一种 您觉得可以会通或OK 你听听看他怎么说 记得一件事情 多元的学期在刚开始无法避免 无法避免 那也甚至有必要 可是呢 不在多元 在从多元会归统一 会归共同的见解 那是你的见解 不是他的 A B C不同的内容 你要慢慢的找到 一个可统一的内容 这是第一 第二 叫做可操作 也就是说 好啦我跟你讲说 那个密教持奏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仁波切很少来啊 你是别人怎么够 但是我说念佛 念佛不需要仁波切啊 你好歹先念一下嘛 对不对 又不是说念了以后就不能改啊 是吧 你能做的你先做嘛 有拜有保庇 没拜出事 你就先拜再说 是这样子的啊 那没有对你没妨碍嘛 而且以后还有空间嘛 那你就可以先做 不要等待 第三 一定要记得 佛法的理解 不是抽离的实践 你能够真正理解 比如说 金刚经要讲什么 那你就开始去听人家解释 听那个人解释 听那个人解释 我告诉你保证 金刚经自古以来 光找得到名字的解释 一百多种 叫做金刚经白解 你怎么分你 五个解你就快晕倒了 还白解咧 对不对 所以 专有名词不清楚 你就去查一下谷歌 不过谷歌有时候也弄错 标准的传统佛学词典是最好 因为他经历过很多学者的使用经验 然后呢 那叫专有名词 是需要可以去理解一下 就专有名词还不懂 如果你可以再去谷歌看一看 参考一下 这没关系 除此以外 先不要急着去看注解书 我说过了 理解是透过实践来的 你就去送词他 读金刚经 读一半也没关系 读三分之一也没关系 哪怕下课只读 两页也没关系 你就用贴纸贴一下 中段没关系 我跟你讲 世尊 不会这样做的 我今天讲金刚经 你给我读一半 你给我试试看 他不会这样子骂你 他不会这样恐吓你 你的时间有多少 你就读多少 下去再继续读 重点在把它当作 你讨练你性格的一个方法 那你也不要求解 你慢慢把文字读熟 你就会后文解前意 前文解后意 这样听懂意思吗 慢慢会互解 为什么 因为金刚经谈的是你 心性内的事 不是心性外的事 法华经也是 法华经特别更容易懂 其实法华经更容易懂 还比金刚经容易懂 金刚经又比心经容易懂 心经最短最难懂 心经可以拿来当作什么用 当作咒语用 不是那个后面的 Gate Gate Bala Gate Bala Seng Gate 不是 是整个那个 观字在菩萨行声 Polomidos 那个你就拿来当咒语 你也没关系 因为它本来就相对深 所以我主张的是 先实践一下 那理解的话 先就文字的专有名词的定义 这样理解就好了 不必太深入到什么教派 什么什么的 这样了解 第三最后 我虔诚的建议 你们应该去皈依 去哪个道场皈依 就是你觉得那个事物 蛮有缘的 你就去皈依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信仲 他从小就能看到阿飘 那常常被打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他会跟他妈妈讲说 妈妈 那个淑公来了 立刻就被骰巴掌 因为淑公前天才死掉 他就跟人家讲淑公来了 因为小孩子不懂 分不清活人跟阿飘 他就这样 他一路被打到大 然后呢 后来他 他还自己知道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会活到几岁 他就自己知道 后来呢 他就想说 早了 我这样很累 因为常常有的阿飘来找他 说你看得到我 你帮我做个什么事 他就很火 他就想要 废掉这个能力 这是对的 在佛教来讲 有这个 有这种怪异能力 是很麻烦的 他就去参加某个教 结果呢 也没办法解决 他每五年到十年就换个教 有这种奇葩 为什么 就为了他要废掉这个能力 他到了四十岁 终于绕啊绕 绕到万佛寺来 那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废掉那个能力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 就在当场就是在归一 那我就跟他讲 归一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讲了三个小时 柯老师就知道 我的归一都讲很久 那讲三个小时 然后就 你归一了 要观想 归一完了之后呢 他回去之后 就再也没这个能力了 所以他就 他前几天告诉我说 师父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继续留在佛教 我说佛教很好 当然你要留在佛教 他说不是 我对各种宗教完全没有忠诚度 你懂吗 是因为我来了佛教 做了归一之后 真正我困扰一辈子的事情 终于解决了 那是的 佛经上就这么说 他说 你归一之后 你身上就三十六位善神 会领导很多的鬼王 来护持你 因为你已经宣告 大圣的归一 大圣的归一是 你已经宣告 你要利益众生成就佛道 你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发愿的人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所以说 学佛了 归一没有说要出家 归一也没有规定一定要吃素 归一大概就是 希望你不要骂人 如果真要骂人 不要骂脏话 懂吗 因为你难得 有时候你还是会骂人 那就不要骂脏话 骂台中可以吗 就不要骂人 然后呢 不要杀生 不要杀活物来吃 至于你还是舍不了牛肉面的话 那就是去吃牛肉面 不然怎么办 是这样的 但是不要去买活物来杀 归就这样而已 然后 不要去偷盗 万一有一点贪人家小便宜 记得要还人家 或者是告诉自己说 下不为例 那要不要还他 看你了 因为你还没有受五戒 我只能说最好还他 但是如果你还是舍不得 那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都归一的弟子了 我是归一弟子 我不要这样干这种事 好丢脸 下不为例 他没有逼着你立刻做什么 但是你还是尽量做一个 守五戒的好人 了解吗 杀到淫妄酒 酒是什么呢 酒的话就是让自己迷惑的外在物品 都算是酒的概念 这样懂吗 所以理论上说抽烟不是 所以我们南传国家 有出家人是抽烟的 泰国我就看过 以后他是抽烟的 那OK 因为确实在经典上没有说 那北传国家他就比较不希望你抽烟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以上是这样 我的回答可以吗 同学有没有 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出社会之后 不会有人跟你说这样做对还是不对 所以就是是非观是出社会之后 自己叛乱说自己出社会之后该怎么做 可是我又不确定我自己觉得 到底是不是真的对 然后我一定会有疑点 那这样子要怎么做 你这问题很好 也是一个很慎重看待自己的人 我很赞叹 你要继续保持这个态度 探寻的态度 很好 是的 年轻人就是应该要这样 他不能说我都说对 我的想法是怎样 你看他保留一个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 这就是真上的力量 比你要得到的答案还要珍贵 保留这个心态 这位同学要保留这个心态 我们永远对生命是在探索的 真的 好 那接着就问了 那好歹嘛 有没有一个做某件事情 当我疑惑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标准 或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去探寻 是有的 是有的 第一件标准就是 伤害人的基本上都不对 但是有件事情是不是叫伤害 有时候是很难说他不是伤害 比如说感情 男女的感情 往往好就好到底 万一分手很难说不伤害 那这样是不是伤害呢 不 请注意 刻意的自私 或者明知会伤害而让它继续发生 这才叫做我们说的伤害 有时候是就走路才知道 没有 走下去才知道不合 我们就尽量减少伤害 这样而已 不必要为这种事情过度的自责 了解意思吗 这是任何一对男女要走下去 势必要付出的权利金 了解吗 它总是这样 那那种不可能完全避免 我讲的伤害是指的 明显的是你的选择 我就是要伤害人 了解吗 或者是我不在乎会伤害到人 你也知道可能伤害到人 那我不在乎 比如说酒驾 它可能伤害到人 但你不在乎 你还心存侥幸 那这个就是恶 了解吗 再来 超出合理比例原则的自私 我这句话听得懂吗 超出合理的比例原则的自私 也就是说我不能够立刻跟你讲说 自私就是恶 这糟了 大家都有一些自私的想法 这个没办法说你学佛就立刻这样 不可能 也不可能 这叫完美主义者的不太可能 对不对 但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法律上讲叫做比例原则过头了 过度的超过那个比例 也就是说 做生意要不要盈利 要啊 但是 同样这一行的你也未免赚太多了 这就算是恶的一种 刚刚同学不是问你一个让利的事情 我就讲让利 就是说合理的这一行业 大概就百分几%的利润 那你就要这样抓才对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所谓的 到底面对自私 我要怎么看待自己 不是完全不能自私 是一个合理的 最好是共赢是最好 但是呢 佛教徒最终在自私这件事情上 要分清楚 合理的自我营生 所需要的获利 这个还不能够说是 什么严重的自私 自私的情况是怎样 自私的情况是明显可以避免 或者明显可以 不要那样子的自我为中心 但你还是选择了那样 哦 这个比例你听懂意思吗 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 我去停车 那我可以 在可能的情况之下 我停的让前车后车都好开出去 那这是我可以做的 可是我却停的把前面 后面那台车塞的 它很难出去 那你觉得那是我的自由 反正我也没有出格 这样子就少了一份 对人应该有的尊重跟想像 想望跟协助 那这就是自私不合理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当然有太多的这个内容 所以佛教徒有时候会在自私这件事情 过度的自责 我是觉得应该这样讲 佛教本来就主张 或者说提倡或者鼓励 学会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 他的目标是这样 可是得先学会 面对自己的自私的时候 有惭愧心 不是一下就把它斩断 难啊 你也会怕 也会过度的自责 所以说自私是因为一份一份的 渐渐懂得别人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别人也需要被尊重 所以我愿意 不要那么样在乎自己而已 这个而已很重要 我们有时候赢者全拿 这种观念很恐怖 了解吗 懂得跟人家互动 均分 甚至于让利 甚至最后愿意能够走到自我 不叫牺牲 而是说我愿意让步 这样子而利益他 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当中呢 他有他的价值感 比如说我们的交友 爸妈有意见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 爸爸妈妈有意见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面临了一个事情了 我这样做是对吗 或者我这样做 师父家他这么有意见 我是要倒顺着他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师父 就会告诉你一个佛教的概念 先聆听 并且聆听他的语言的背后的焦虑是什么 常常他的焦虑是为了你好 那么你就要说出一份理由来 那个理由是你自己要找到的理由 然后告诉他说 你的焦虑我懂 你比如说 你这种工做 你去做那些 做那些暗 薪水不比人家多 你那不可以做 然后你就要找出理由 两种理由 两类的理由大概你会用 一类理由就是说 好啊 我也想改啊 但你总不能叫我两手空空在等待啊 我骑马槽马 我同意你的看法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 我要得那种经验 妈妈你看到是看起来表面的不好 可是我会获得更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对错就不是他单纯看的 这样了解吗 这是又一类 最后一类是什么 道德的 道德的 在道德上对还是不对 这就牵涉我刚刚讲的自私 有没有 自私往往跟道德扯上关系 对吧 再来就道德得目的问题 我有一个学佛的 应该说信众 他对于要把妈妈送去疗养院 一直面临道德煎熬 我相信我们华人文化里头都会是这样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 新的时代 你 这就牵涉到你的家庭 甚至于 讲严苛一点自私 我会听过有这样说法 他说师父 我都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这样就很恐怖 因为他这么在乎自己的生活的话 好像他要对别人讲 他就讲不出去了 那我说对 现在西方的社会里头 他们的基督文明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赋予你天生的生命的苦乐 是要你继续完成的 其他人也是上帝的子民 他不应该以年纪大 或者是他是你的妈妈而影响你 所以西方人认为把爸妈送进疗养院 并没有道德谴责的问题 了解意思吗 因为我在完成上帝的使命 上帝平等的爱我 妈妈也爱我 在上帝眼前 妈妈并没有高于上帝 而上帝让我拥有我自己的生命价值 那是当然高于我陪伴妈妈 了解 所以西方人在这个逻辑之下 妈妈爸爸进疗养院 不会那么高的 那么明显 或者许所当人道德问题 华人没有这种信仰 我说华人如果不是信仰 上帝这样概念的话 他想的就是血缘异义 他说我的父母亲对我有恩 那现在我不能 我不能够孝养在前 我是不是不孝 马上就有这问题了 那这样问题不一定是你 比如这个就是一个抉择问题 那像这样子的佛教 不会完全导向血缘信仰的孝顺 当然也不会用基督文明的看法 我们会用比较理性的看法来看 就是说 报恩这件事情 不论他是不是上帝的子民 报恩呢 是人类存在 并且接受自己的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这人对我有恩 然后后来我完全不在乎他 他很需要我完全不在乎他 佛教会认为 那个是人格问题 是不可以的 所以懂得知恩报恩 确实是 可是知恩报恩也不能成为 一个无限上纲的帽子 了解意思吗 如果他成为无限上纲的帽子的话 我都不能出家了 因为我娘 我娘 他是 我是他的独子 对不对 他当然他希望我去结婚生子 那我要只能报恩 我不能有其他想法 那我就走不了出家路 释迦佛当年超不恩的 他有三个太太 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在太太的肚子里 然后呢他的妈妈往生 他的养母呢 对他很好 他的爸爸正需要他来掌理国家 结果他怎么样 三更半夜溜走啊 是这样 他辜负了多少爱他的人 但是他最终完成的是 人类生命最高的完成 对不对 所以说佛教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知道 他不会单一用报恩 作为唯一的道德标准 那问题就出在哪里 你 你在报恩这件事情上 你要负担多少 比如说你又不是要出家 然后呢 你确实受你妈妈爸爸的恩不少 再来呢 你就没有兄弟 剩下你而已啊 不然你要怎样 这个时候可能 你就要负担比较多 甚至全部的报恩动作 这个时候就不能说我倒霉了 应该说 我有幸全盘的进行报恩的动作 你要这样才理解他 而就不能再唯一想成 我怎么说命苦啊 只有我能够称我爸妈的生活 就不能再这样子了 你要有更高的价值来赞叹自己 接受自己 那你就会借问 那像我自己的生活怎样 哦 来了 佛教有个观念 除非你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比如说为了利益众生 除非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只是考虑你自己的话 那你就不要担心 在母亲的孝顺这件事情 你给予付出了 功不堂倦 一定有更棒的东西回购给你 相信因果 这样就没有对错的问题了 也没有你勉强的问题了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 我是拿这个做比喻 人生的抉择好多好多 那这样好不好 最终如果万一你有真的不懂的 你还可以问问师傅 问问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样也可以解决 好吗 OK 好 师傅 一个问题就是说 佛学社可不可以感谢大家 同学 在佛学社里面有问题 第二就是说 同学们 他们现在在交友的一个问题上 他们又想学活 然后可能也有 也有教异性朋友 但是一些朋友并没有学活 但是你在佛学社里面 好像又不好意思 又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谈平安 也许也有一种看法是说 尽量在佛学社里面找相同的伴侣 然后同学们现在他们 他们有一些 但是一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学活 那我现在学我好像也被牵绊住了 不同的思想 好像思想也有差异 可是情感上又没有办法 放舍 对 这问题都很接地气 这很接地气 本来就应该面对的 我们早期我做社长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 我是觉得感情是私人的行为 有时候也私人的因缘 何况在大学时代 是大家交友的一个高峰期 因为除了课业以外 比较没有明显的家庭压力 他可以观察 但后来我常常跟人家讲 我说成熟稳定跟具有建设性的 男女感情婚姻关系 是佛教非常看重的 非常看重的 所以佛教没有告诉人家 你不要结婚 结婚很痛苦 快来出家 没有这种讲法 没有 没有这样 所以当然接受 而且确实一定程度的 比较主张宗教信仰一致 的男女情感关系 虽然这样有时候也有他们的困难 比如说这样 你没有好好念佛 你不精进 那就会被压力很多 有时候会这样 没有学佛 反而对方不会这样质疑你 他也不懂得这样质疑你 那有这样学佛 反而会拿佛法来吵架 会这样子 那当然这就是不够成熟 洁癖化了 这就另外一个范畴 所以第一 我们苏家师父确实也觉得 信仰是知识挺大的事 那么除非说大家真有那个修养 说你信A我信B 或者我信佛教 你什么教都不信 只信睡觉 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相处 除非你觉得OK 不然的话宗教的行为 往往牵涉其他 比如说吃素 比如说去参加法会 比如说遇到师父恭敬尊重 你可能你老公或你老婆看了 平常我是拿钱回来养你的 你都把我的钱拿去供养师父 还跪着 对我都那么凶 对师父都跪着 他还会嫉妒 因为他没学佛 你了吧 有学佛就比较好说 对吧 所以是的 是这样 那么接着呢 是那这样这样 那师父也就是说 我们在佛学社相互比较OK 我是觉得是比较有机会 但你定义说佛学社就是交友社 这也怪怪的 你懂意思吗 那这样也怪怪 所以我们的当时 我们大家约定的看法是 不排除在佛学社有相应 相有缘的人认识 也不排除他们因此关系被看到了 但是也不应该把他可耻化 代罪化不应该这样 但是他也不等于就是这个目的 而组成佛学社的 他不应该这样看 所以应该是相对自然一点 是比较好 那但是我们仍然会提出一个建议 尽量让选择的基准点大一点 比如说各个不同佛学社团联谊 办活动 也不会有来参加的人太少的压力 第二一定要记得 即便你们宗教信仰看起来一样 终究在大学时代 入佛门不会太深 除非是从小在家里 就信到不行的 然后就什么 龟一受五戒都已经滚过两圈了 不然就是刚学佛而已 不等同你们两个 就会在佛门当中继续待着很好 所以不要那么急的说他就是我的唯一 应该先从轻轻的交友 这种聊天分享经验 不要以结婚为前提那么快 特别是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普遍相对晚婚 所以交往当做学习 并且也渐渐学着从中认识自己 到底我跟谁样的异性 是比较合得来 因为我们的环境社会 当然现在男女同校已经很多了 我们那个时代男女不同校 到大学时代跟女生讲话都还会发抖的 舌头都还打结的 那这样子很难找到所谓的可以有缘相守的 常是这样 如果感情有时候就不相似 只有什么热忱 热情 疯狂的热情 那是撑不久的 所以说在佛学社不是主角 但是应该用更不要那么样子的觉得 是以结婚为前提的方式 而以一个学习为前提的方式 相互认识的方式 不要带着那么沉重的万字架在那里交友 那因此男女生就应该更加的开放彼此 说我们很有得聊 那就聊呗 那不要说这样就像怎么样了 就像怎么样了 第二 第三 这可能跟年轻人讲 有时候也讲归讲 是不是能够解决 不知道 记得 我已经为这个题目讲过两次直播了 什么你知道吗 热情过后的爱情怎么维系 一下子的热情会冲昏头 那最后的冷静 到底彼此还存在什么 那才是佛教弟子们 或者学佛的同学们 更应该事先就先想好 没有错 有时候会觉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 这人就是了 感情这事情 不一定那么多疑 但是应该是不要那么快热情就燃起来 慢热一点 然后温文的交往 坦诚的分享很重要 这个时候坦诚很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我不能接受 就告诉他 我不喜欢看这类的电影 为什么 没有说你一定要跟这个学佛的男生或女生 一定要委屈求全 越坦诚于早年 越能让彼此的选择透明化 那这样的话在感情的关系当中 你会成熟的更多 也不要说一次就搞定 这样子 这不是 当然有人这样 那陈丽花就是 他跟他同班同学 就只有唯一一次 就这样 就现在是他老公 是这样 他老公没有后悔 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种人毕竟不多 你懂吗 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我俗家的大姐 就是还没给人这边的大姐 他是这样子 那这种人很难成为惯例 这样 老师这样了解吗 我是觉得 那最终我做一个结论 成熟的自我 才容易迎来成熟的男女关系 第一 第二 感恩 绝对重于热情 古人讲 那怎么可能 那怎么可能 另外一个 但是他 他是说他可以尊重包容 那OK吗 但是他好像感受起来 地步那么OK 是的 但是又很 所以又很挣扎 我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些 太好了 我觉得你应该挣扎 本来就不容易 宗教这件事情 会被某些人文主义者 嘲弄 甚至于阻挠 甚至于刻意的毁谤 就在于宗教的狂热主义 有时候确实让人也受不了 那 对方如果是一个宗教信仰相对有 但但薄 还好 如果是不同信仰 但彼此都很深入 越走越深入 那事情恐怕就会越来 越来会僵 越来会僵 这应该可以 可以完全可以想得到的 我也看到这样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对方没有宗教信仰 好过有一个跟你不一样宗教信仰 真的是好过这样 如果真的是要走下去的话 应该以这个为重 当然你说爱到更差 爱到惨过死 那已经走下去了 我们怎么办 你说尊重这两个字 能够撑到一辈子吗 这个就 这个就 因为人会越来越 越理解到宗教跟他的生命 深度的关系 真的 哪一个宗教都一样 除非你就不信 不然他会越深入 这个深入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那个局域 就可能发生 这点呢 从其他宗教身上也看错 像我弟弟那个 双巴哉弟弟那个宗教 他们就直接规定了 教内同婚 这样老师你懂了 所以我不会恐吓住位 我比较中庸的讲法 固然是要成熟自己 但有时候宗教跨不过去 那个樊梨也是跨不过去的 因为宗教本来就会建立它的标准 是吧 是不是这样 吃素 汉传佛教的标准 大鱼大肉可能是另外 上帝爱人的标准 是这样 这两个刚好相对了 是吧 那这间不太容易 好 那你就最后问一个问题 那 我该怎么办 我放不下 觉得好可惜 主位 与其 与其将来 真的困难重重 现在应该是 相互感恩 然后 然后给自己重新选择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 这是我的良性建议 有时间到了就告诉我 到七点 到七点就到了 那早就过了 我接到八点 这样 今天有特别说是吧 那有事自己去忙 不绑诸位 有事自己去忙 最后如果还有问题 还可以问 好 来 老师 我们有一些同学是 要毕业了 那毕业后 应该怎么样可以参学过 哦 这样 好 要有一个你相应的道场 或者老师 或者师父 那么常常亲近 那你不一定要去参加法会 你可以只是去那里打扫一下 做个志工 你也可能没办法参加他的活动 但是你应该保持跟那里的理解 那再来就是应该加你觉得相应师父的 要么就LINE 要么就是脸书 要么就社群 看哪一种 那保持数位上的连结 那最后就是实质上面的参与 不能少的 真的不能少 如果那些都断掉了 那你说自己要怎么学佛 我觉得很难 这点要给同学们很慎重 所以要断掉了好 至少数位连结要在 数位连结要有 要有这样 那能的话 哪怕做半天的志工都好 不参加法会做志工也好 那再来就是来听佛法演讲 也要有 好 来 刚刚老师 对 请你说 请问好 我跟两个脚 也能问 没问题 第一个 想请师父讲一下 佛教的科学 佛教是一个科学 是 第二个想请师父开示 这个真空妙的 哦 好 好 很好很好 来 这两个其实有点连结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分开一谈 佛教是不是一个科学 我们就倒过来说 所谓的科学一般来讲是指 说 它可以重复验证 它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都可以证明同样的条件 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来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可预测的 可以重复产生的 那么基于理性的 而不是一个 纯粹感情反应的 不可预测的 今天好好的 明天就变一样了 它不会 所以我们会 基本上对科学 会比较信任 也比较安心 而且我们也感觉 好像科学在帮助我们生活更好 是这样 从这些角度来认定科学呢 科学是一个逻辑的 可验证的 不受情感影响的 时间空间变化 也基本结论一致的 我们这样叫科学 OK 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 佛教是 是的 佛教不会因为你 你看待众生 或者你变成 你一个有修行的人 你就乱发感情 行为 再来 佛教的原理 它是一切时一切处 任何空间 任何对象 基本都一致的 它不会变动 那你说那没有呢 那如果科学是 看待大自然的 格物自知那个格物的部分 你比如说 太阳系 夸克 量子 这种很深奥的道理 如果你有听过我讲经的话 要不 听过我讲这部分的话 我自己是读理系的 我常拿它来讲 量子化的东西 这个在佛法里头也谈 就像刚刚我讲说 我在大三的时候修了一个相对论 侠义相对论 我发现它跟佛教很相应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我的看法是这样 佛陀为什么说 他的教法跟科学那么相应 是因为佛陀他开发了 他不是信仰 什么 他是开发了人性的究竟的智慧跟能力 那个能力是能够听能够看 能够理解 能够思维 能够超越时空 了解科学不也是这样吗 要超越时空 要能观察 而且要正确观察 并且把观察的结论 进行理论性的安排 对不对 因为佛法本来就主张 人性的能力是无有佛界的 它可以最终开发到 有能力理解宇宙物质性的真理 物质性的真理 所以他很早就说明了 时间没有自信 也就是时间是相对性 没有本质上 他也说空间没有自信 所以他告诉在法华经上面 世尊可以刹那之间在A跟B之间运动 他可以看待无量无边节的过去跟未来 就像看掌中的安摩罗果一样 这都在讲的是时间跟空间的不受限这件事情 而今天的高能物理跟太空物理就在讲这个事 所以你应该听过宇宙旅游的事情 星际旅行的事情 你想想看 随便一个离地球最近的四合人居的一个类地球 据说目前看法是两光年 也就是去用光的速度要两光年 回来要两光年 我问你 两个人要打个电话的话 两年后才收到你的电话 那你是怎么过日子 但是经过虫洞 他就能够刹那道 这跟佛经讲的一样 所以物质性的科学他不是没有 他很早就预言在那里 不是预言 他就用他的理性告诉你有 所以可以说他是科学的 问题来了 人类能够理解宇宙的能力 是随着他的经验一直增长的 过去说是科学的 现在已经不是科学 是人类在发展科学的时候 他还是一直变动的 可是佛陀不同 佛陀不是一个变动的圣人 他是一个已经达到极致的圣人 所以佛陀所看到的真理 应该没有再上了 也就是说他看到已经看到底端了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遇到了 人类的科技跟佛教的科技有冲突的时候 请保留 不要说佛教不科学 也不要说人类的科学就不对 请保留 随时间他还会再证明 到底谁可能对 这样了解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刚刚你又提到了说真空妙有 真空的意思是指的说 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起来的 组织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人是由细胞 细胞是由分子 分子上是由原子组成的 但是它的组成因为有了交互作用 我们就变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那里讲话 可是当我们的心脏不能跳的时候 所谓的人这个功能就消失了 换句话说 那个人不会自己想死掉 可是当某个机具某个条件消失的时候 那个人就不死而自然死 他就消失为原来的样子 换句话说这个长相的人 他的外表也好 他的功能也好 他是有具有各个条件组合 才是你看到这个人 物品也是 你正在吃的披萨也是 他都是组合条件组合的 本质上面有一个永远不动的 不可改变的东西 这个叫做真空 是空性的 他没有一个真实的 不变的东西在那 哪怕是金刚钻 他还会被溶解的 了解意思吗 高温之下他还是溶解的了 甚至还可以气化 这样 OK 好 真的意思是指的说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他永远不变 这样叫做真 他会变的 所以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真空 不是那个真空管的真空 是这样概念 妙有是什么 妙有是 就在这些空性当中 他是不是一直条件组合 条件组合 条件组合 变化了一个条件 少一个A 多一个B 他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中 那你还是看到他在变化 比如说人 人固然在一定意义上 心脏不跳 他就好像不是我这个人了 他也不能讲话了 躺在那 脸色发黑 死掉 肿胀 但是还没有这样之前 一口气在牵绊用 我还是可以跟你很多的对话 对吧 所以看起来 我不是真实永远存在在那 但是当他正在存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他有各种的互动的内涵 在表现着 多元的 而且是 产生很多的智慧也可以帮你忙的 比如我正在讲话 诱发你好多想法 那要是没有这个人跟你讲话 可能你没有那么多想法 他对你是有一个奇妙的启发作用 空性当中 不会什么都没有 恰恰在空性当中 我有各种可能在启发你 这叫妙有 那个妙字的意思是指的说 他不是永远的存在的有 可是在过程当中 你却会从中得各种的利益 当然也可能得不利益 比如打仗就不利益 对不对 但是无论打仗也好 无论不打仗得利益也好 都是在空性的前提之下 产生作用的 明明什么都没有 但却会产生作用 我再做个比喻 看电影 看电影 不过去是一张白布而已 他在那偷影 结果呢 你会为他哭 为他笑 为他紧张 明明就白布加影像而已 没有一个真 可是引动你的心情是妙有的 可以吗 是这样 所以说真空跟妙有是一致的 是人生的样态本来就这样 执着他 他终究会变坏 会变动 你说不理他 他其实他对你产生作用 所以正在接受作用的同时 不要执着那个结果 一直增上你的慈悲 增上你看待事情的心量 跟深度 不受那些变化的不当的影响 这就是学佛的目的 这一学期的最后一个小茶会 难得 祝福你们 其实年轻人就是要给人感觉活泼 就是要给人这样 活泼 有些年轻人当然他很拘谨 也愿意学佛 但是有时候现在年轻人看了会怕 哟 每个人学佛都这样 我不感觉 是不是这样 还有就是柯老师 还有跟我们诸位老师 你们这样一路陪伴 我觉得我很少看到佛学社团能这样 我很感动 这是应该 我要趁这个录影的时候 我要把它录下来 因为这个是 应该这样是四位老师在 还不提刚刚听下来的 还更多位 对吧 真的好难得 中科大很多学佛的老师 但学佛归学佛 有的还是忙他自己的 也不一定来陪 背部词 就是说也会同学 这个很难得 真的很难得 我们现在正在想 有个局势在正大附近 正大 台北正大附近 有个小金色 我们现在有开始 我们音师路要做红法部 我在想说 是不是跟正大姻缘 要有这样 像他们这样就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听说是静心法师来上课 很难得啊 静心法师 对 优秀的法师 是他们等官色毕业的 以前的社长 所以会那 还是自己栽培 自己栽培 自己栽培管用管用 他很优秀 静心法师很优秀 因为年轻啊 是 应该是 80 80 才50岁而已 才50岁而已 我两件 这样子 他以前也是等官色 这样啊 他是我学弟 这样啊 太好了 是啊是啊 好棒 对 就是这样 以后你们常回来 像这样子我是很感动 哎 大专校有这样的老师 他也好不 中间没断 哇 你看台大断了 然后重新复色 勉强还撑下来 那个复色的就是子豪 现在在纽约读博士 然后 好几个色都断掉了 成大更惨 断到等于零 回复不回来 好可怜啊 因为他当时那个名称 就取得有点勉强 他取成东方哲学 人家 陈西社 台大叫陈西社 好歹嘛 以为是起来乘跑 好歹嘛 没有会扭到别的东西去 你东哲就会扭到别的地方 对 这样反而有问题 所以你应该取一个虚无缥缈一点的 也不差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我觉得很赞叹 应该把它录下来 但这段我就很赞叹 柯老师以前也是这里的 这里的学生 所以你看看 难得 你们很幸福啊 继续一代接一代 五十五十五年耶 不简单 当然台大他们 因为我做宗教法 也跟他们的教授都很熟 也很互词 可是学生你断掉就是断掉了 老师是没办法 没办法那个 我最近才要断掉一个 在某个地方不好说 不好说才又要断掉 我也是很可惜 同学很优秀 你们有去吗 就上次听课的那个地方 然后有去 我们甚至还想说 如果这样 我们的师傅去帮帮忙 但是还得要想办法 是这样 所以说能够珍惜得下来很难得 所以我对社长 蛮佩服的 一年级能够这样 有师傅愿意来这样 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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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也都 这一切感觉很不错 他们也会 相互 习家 然后我也一起 一起在社团里面 很棒 很棒 你们多多那个 柯老师 念之在之 很难得 好 那就这样 好不好 辛苦大家了 今天辛苦大家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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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